前台大医院感染科医师林士币近期枪前往日本旅游 不过一家四口做PCR竟然就花了一万四 让他直户太贵 现在还有网友发现印尼以及新加坡的PCR也都比台湾便宜 有网友在PTT发文说台湾出发到印尼也是花了三千五百元做PCR 回台前也做了近只要二十几万印尼盾 相当于台币不到五百元时间也只花费六小时 还有人说从新加坡回来做PCR 只要新币七十八元也就是台币约一千六 直言不到我们天朝的一半 网友所提到的这个一千六百块台币这个指的是 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可以取得报告的部分 这个虽然说看起来比我们的目前的这个一般件来的便宜 不过还需要再了解说他实际上执行的方法 是不是使用磁化的方式 罗易军说明一般来说新加坡PCR价格分成三种价位 包含四到七小时极建两百八十元新币 折合台币六千一到六千两百元 十二小时极建两百二十元新币约四千八到四千九 和台湾极建价格差不多 但一般件则是确实比我们便宜 价格落差关键是检验方式 目前没有很多的这个医院或检验机构 有在执行这一个自费磁化的部分 磁化的方法就可以让这个成本进一步可以降低 我们订的这个上限一千五百块 大概也跟新加坡所订的这个一千六百块差不多 指揮中心说明使用磁化方式 只要有一件是阳性 其他件就得重做 疫情还没趋缓期间执行上有困难 而根据指揮中心公告 想自费核酸磁化必须不是居家检疫隔离等风险对象 才能到指定机构迟化检验 换句话说 现阶段来看PCR检测费用 暂时还没有降价空间 TVB新闻终于封昌卉贤 台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